好,那我先利用這個時間,我把OBS的幾個那個介面跟老師介紹一下 其實OBS真的不難,你看他進來就很單純 是老師比較辛苦,因為你要從頭來什麼都要學嘛,都要做 對不對,你是演員又是導演 那您進來之後,您可以看到左手邊 有沒有看到這裡是一個叫場景,對不對,場景 所以其實老師呢,您如果說以後,您想要用OBS這種虛擬攝影棚 來協助您做錄影,或者甚至直播的話 您可以把你的教室就做成一個場景 比如說我現在這個是一個場景,那我上另外一堂課的時候 就是另外一個場景,我就切過去,所以你看我在這邊按一個加 增加一個,有沒有第二個場景呢 你可以像這樣子安排,其實跟我們真正去那個電視台錄影是一樣的 你哪一個節目是哪一個棚,有沒有 你就走到那個棚進去 那甚至呢,你同一個課程,我也可以怎麼樣 你看我們左手邊這裡 我給他三個 如果我們一般,像我們在那個課程進行的 假設錄摩克斯,我們通常前面是會有一個片頭 對不對,片頭都固定了嘛 然後呢,這個場景可能才是有真正上課的 開始上課的地方 再來,課程要結束的時候是不是有一個片尾 跟一般的節目進行都一樣 所以你也可以像這樣把它安排好 那麼以後我們可以搭配另外一個 它在這裡有一個叫做工作室模式 像這樣子,有沒有,它就兩個 所以以後呢,你可以像這樣子 誒,我現在呢,準備,這是我的開場 好,等到我要進去的 左手邊這裡,是我正式上課的 右手邊呢,是播出去的 我左手邊先準備好了之後,誒,按下去 有沒有,切過去了 等於說這樣子,右手邊它就正式看到我播出了 那如果說,誒,我們準備下課了喔 那我就按一下 把左手邊的場景先準備好之後按一下 有沒有,你就退下來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工作室模式其實也很適合老師用 當然,我們不可否認 如果可以的話 老師雙螢幕工作會比較方便 雙螢幕的情形 也就是一個螢幕播出去 另外一個就做控制嘛 就是我們在用OBS 這樣你會更方便 但是如果老師只有一個 也可以搭配我們這個 工作室模式一起來用 所以這個我順便講一下工作室模式 好,我還是把它先收回來 那我們看一下這裡 既然有了場景的概念 這裡是不是有來源 來源就是 你在這一個布景 在這個攝影棚 你有什麼內容 那它有塗層的概念 有上一層下一層 所以呢 你有這個概念之後 你可以從這邊 那通常我都比較隨便一點 因為老師標準的從這邊來 按下去之後 有沒有感覺跳出好多東西 你要去分辨 我的是圖片 我的是影片 所以通常我都偷懶 我都是這樣子 您找到您的檔案 我就按著它 按著它 拉拉拉拉拉拉到這邊來 等它打開之後 滑鼠不能放開 拉拉上來再放開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所以你的圖片 你的影片 都可以透過這種方式把它叫進來 那您就可以找找看 您比較喜歡的 我們剛剛講的 簡報第四頁這邊 你找到您覺得喜歡的素材 好,比如說像這裡 像這邊 PSD它沒有辦法分辨 你必須找我那個背景圖裡面的 這裡面 那如果老師覺得不要這種虛擬的 你也可以找一個地方 找哪個地方呢 你看我在素材裡面 有沒有上面有一些圖庫的 這個圖庫裡面 我有找一些就是 老師如果覺得你的場合 比較像是那種 談話性節目有沒有 像這種的 談話性節目的 你可以找一些 比較輕鬆一點的背景 也可以叫進來 這些圖庫我可以確定是免費的 所以您用沒有關係 嘿嘿嘿 所以 不一定要很虛擬的 就是就是說 你可以找看看 你覺得 你比較喜歡的 那如果你要比較科技感的 Pizzabay這邊 有一些比較科技感的 所以老師呢 隨時可以調整你的上課心情 所以還蠻不錯的 所以您如果覺得 嗯,我有需要這種科技感的 你就把它一樣叫下來 下載 好,下載好之後 一樣拉拉拉拉拉拉過來 丟上來 這樣就OK啦 那剛剛這個我就不要了 就把它拿掉 這樣就把它刪掉了 好 那 它是可以調整大小 所以您可以這樣調 可以這樣去調整 那如果說 有時候我偷懶 我不想要這樣 慢慢的去拉到它的大小 其實您可以按滑鼠的右邊 你看 在一個圖片上按滑鼠右邊 有一個叫變形 它可以自動符合螢幕的大小 這兩個都可以 看要不要改變比例而已 好 這樣的話你就不用那麼辛苦 我就直接拉升到 有沒有就一模一樣大 我可以確保 它一定是剛剛好 不用花時間 好 有了你的背景 那 我們剛剛也有這裡 不是有準備講座嗎 對不對 好如果說 你有要 因為可能我們網路攝影機 通常沒有辦法拔到全身 沒有辦法像那個氣象曝光那樣有沒有 主持人就走在前面的 有那個地毯可以走的 那你就可能要準備一個像這樣 可以遮羞的地方 把一些不必要沒有拍到 因為我就要把它遮一下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可以找到我們上面這邊 好或者你像我們找上這個 PNG 對不對 找上的雲端去背 也可以 找到老師喜歡的 好 我們找個熊熊 來跟我們一起上課 下載 好一樣的 我把它拉進來 我進到這個場景 那如果呢 老師您本身 現在還沒有拿到網路攝影機 也沒關係 或者你覺得 我不想要用網路攝影機 自己 以身試法 沒關係 我有準備藍綠幕影片 哈哈 它一樣 就有點類似做 就是後製一樣 所以您也可以找這裡 你看我們在這裡面 有沒有一個是藍綠幕影片 你把它點下去 您可以看看 我有一個是同學的 然後呢 其他呢 我們還要準備的啊 像煙啊 還是瀑布的 有沒有 如果老師覺得今天比較熱一點 你可以自己準備瀑布 就把那個綠幕去掉就好了 好 然後呢 煙也是效果不錯的 所以 老師如果想 試看看同學的這個欄目 也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那每次上課 我都會對這兩位同學 說聲抱歉 因為上過一次之後 就只能繼續上下去 哈哈哈哈 所以呢 你看看 我一樣按右鍵 把它下載下來 其實網路上 其實您可以找到很多人家 做好的這些素材 可以 我們免費使用 是OK的 當然不可以用在盈利用途 但是教學上是比較沒問題的 所以您如果是這一種的 你看我把丟丟丟丟 一樣丟過來 拉上來就好了 有沒有 就一個煙跑出來的 嘿 所以老師呢 您先把您要的場景先準備好 等一下呢 我們再來把人抓進來 或者 再來做所謂的這個 藍綠幕的去背 不管是即時的去背 還是這種 就是已經準備好的影片 您都可以即時來做 一個去背的動作 好 我們來看看老師的 攝影機鏡頭 怎麼把它加進來 您看我們剛剛在這邊 都是用拖曳的 但是很抱歉喔 網路攝影機 沒辦法直接用拖曳的 在這個地方 您按個 來源那邊 按個加號 有沒有一個叫做 視訊擷取裝置 你的網路攝影機 就必須要透過這裡 才有辦法抓進來 好 必須要透過這邊 這樣您了解了 好 你看我把它按下去 如果呢 你的 電腦裡面已經有了 那 他會請你先幫這個攝影機 做一個命名 因為你如果以後 重複使用的時候 欸 他就直接 直接選就好了 好 我按確定 可是因為我現在 我兩台攝影機都在用 為什麼 因為我另外一台攝影機 這邊是不是也在用 對不對 然後他這邊就會沒辦法抓到 好 來 所以我就先從這邊把它複製過來就好了 所以老師呢 如果你跟我一樣 欸 我這邊已經有用了 現在這台攝影機在用 我就把這個 視訊擷取裝置 你可以直接Ctrl加C把它複製一下 我就可以貼過去了 貼到另外一個場景裡面 來 我Ctrl加C 好 我複製好了 現在呢 我回到了第二個場景 第三個 來 我把這個場景調換一下 好 這一個 我現在進到這邊 欸 這一個 好 Ctrl加V 各位 我的 有沒有連去背的設定都一起帶過來了 所以你用複製的其實比較方便 好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還沒有做那個去背 沒有關係 欸等一下我會講一下 但是就是您可以像這樣子 您可以把你的畫面把它帶進來 把畫面帶進來 這樣OK嗎 好 你帶進來之後呢 如果你覺得會拍到一些 可能 就是 太多的東西 你希望它稍微窄一點的 就是搭配我們剛剛的快速鍵 老師還記得嗎 按下鍵盤上的Alt 有沒有 按下去之後 你可以 在你需要裁切的邊 拖曳一下 因為如果你沒有 按下這個按鍵 我們在這樣做調整的時候 它就是縮放而已 就是做縮放 你有按下去 它顏色會不一樣 對不對 顏色會不一樣 你就知道你哪一個邊有被裁切到 哪一個邊有被裁切到 好 那如果你是做好了 我們就針對 不管是藍幕或綠幕 針對這個背景 我們來做去背 我先針對我們剛剛這個影片好了 針對影片 那影片的部分 老師有沒有發現 影片突然不見了 為什麼 我們如果是視訊的 因為它內容一直都在 但是如果是影片的話 它預設在我們OBS裡面 只會播放一次 就不見了 所以 您來這邊看一下 假設您剛剛有跟我一樣 是使用這個影片的 請你在上面點兩下 抖抖抖抖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循環播放 這個你要把它勾起來 好 不然的話 影片它只要播完一次 它就自動消失 它就自動消失 所以你看喔 我現在把它按確定了 有沒有 影片就重新回來了 而且它會持續不亂播下去 好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準備來去背囉 來 你在上面按個滑鼠的右邊 你可以在這裡按右邊 也可以在這個上面 如果老師要比較準確的 我是比較建議老師在下面這裡 因為有時候你在這裡按右邊 會變成是背景 那我怎麼知道 到底選到哪一個 老師您注意看一下 當我在選到一個物件的時候 OBS上面會顯示紅色的 有沒有看到外框是紅色的 這樣你就知道你有選到它 那如果你是只有移過去 它會亮藍色的邊 你看我移到背景上 可是我還沒有選它 這是藍色的邊 所以那個顏色不一樣 但是呢 如果你懶得去做這樣區分 我們就在下面 這樣是絕對不會搞錯 好 找到有沒有一個叫濾鏡 濾鏡的地方 你把它按下去 我們要做的叫做特效濾鏡 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特效濾鏡 您按這個加號 按這個加號 倒數第四個 射度鍵 倒數第四個 射度鍵 我發現用數字大家比較會記得 講功能名稱大家比較會忘記 好我就按下射度鍵 確定 這個時候它預設有沒有就是使用綠色去備 你看我們的煙有沒有出來了 綠色就不見了 那如果您選擇的是剛剛那同學的欄目影片 您就要選擇用藍色的 好就選擇用藍色的 所以您可以一邊把這個 對外方塊拉到旁邊 一邊直接看它去備之後的效果 我通常都會即時的直接這樣看 因為這樣我會看得很清楚 到底去備的效果好不好 好 那如果萬一去備不好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有一些參數可以做一些調整 那這個參數呢 老師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就是這三個 相似性、平滑度跟建設藝術 這三個需要調整的 主要就是這三個 好 它調整的順序是由上而下 1 2 3 因為呢 相似性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 我們的背景 跟這個 選到的顏色相似的程度 那麼平滑度是調整 去備之後的邊緣 好 比如說你現在看到我在右下角這邊 像這個人的部分 有沒有 人的部分在這裡 那我的邊緣的部分就是第二個 叫平滑度 那 建設藝術是指的是它的彩度 我們畫面本身的彩度 好 所以主要是調這三個 那您有概念之後 我先做一次給您看 您看我往右邊調多一點 有沒有發現煙就不見了 回來一點 是不是綠色又回來了 有沒有 好 這是一個 那 煙比較難看那個平滑度 所以沒有關係 我就先這樣 好 那我可以搭配 煙搭配建設溢出 什麼意思呢 你看 現在煙有沒有感覺 有點綠綠的 這個 用這樣怪怪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 拉到最右邊最右邊 好 這樣你看不出來 因為剛好那個煙 已經撥到最後面了 有沒有 來 OKOK 它已經出來了 你看我還沒有拉到最右邊之前 有沒有煙有一點綠綠的 這個 我再拉回來一點 有沒有這樣煙有點綠綠的 我把它拉到最右邊 有沒有都變白的煙 為什麼 因為它變黑白的 它變黑白的 好 你看 我拿人來做實驗 來點到我自己 好 找到這邊 我的是這個 好 按右邊 濾鏡 您剛剛加過的都會在這邊 所以重新點到 就可以再回來 好 我們看一下 你看相似度 一樣的 越多 有沒有人就消失了 越少 人又回來了 這是第一個 這個就是旁邊 您如果仔細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我旁邊 這裡還有點綠綠的 這個邊緣的地方 那我們從這個地方 我可以調整一下平滑度 有沒有發現旁邊 邊緣綠綠的少一點了 好 那你再看一下 這個見色溢出 這樣就變黑白的 對不對 老師應該不會想要用這種方式上課吧 哈哈 好 我們趕快回來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剛煙會變白色的吧 因為煙 我就需要白色就好 所以可以搭配見色溢出 用黑白的 那我搭了越回來 就是越接近你原本 網路攝影機的這個顏色 好 那通常它會有一點點容許度 所以會再調低一點點這樣子 好 就是不會變得太鮮艷 這樣OK嗎 嘿 所以這些參數呢 您都可以隨時 視您的需要 再回來做調整 如果沒問題 就把它關閉 這樣子 那它本身呢 這些濾鏡 您都可以選擇 你看這個 有沒有 它有眼睛的開關 如果您暫時不需要 就可以馬上 把這個關掉 就可以從這邊這樣看到 那老師會不會有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家沒有藍木綠木怎麼辦 老師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那 當然 用這樣直接出去 四四方方是一種方式 不過它也有遮罩的功能 也有遮罩的功能 我記得我上面 我應該有放 我在那個 練習素材裡面 好像有一個 透明圖 是圓形的 我看一下 欸 我好像沒有放上去 我現在把那個遮罩把它移過來 再 您進到虛擬色粉 練習素材 有沒有看到一個這樣黑黑的 你就可以把自己 框在一個 圓形裡面 把它框在圓形裡面 這樣也是可以喔 好 我把它按右鍵 你看我把它下載下來 所以其實 不見得一定要用 就是所謂的 藍綠木去背 好 您覺得說我需要有一個 不要四四方方 看起來這樣醜醜的就好了 我可以搭配一下 您看這邊喔 我按加號 好 我先把色度鍵把它關掉 恢復原來的 那我按一個加號 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叫做影像遮罩 你就 看你要什麼形狀 自己 把它設定一下 好 選好之後呢 我們就告訴他 我的圖片 放在哪裡 應該是在下載這裡 有 找到了 好 這樣看起來不見對不對 對 因為 我用的是 它 不是顏色的通道 是用阿法的通道 就是這張圖 我已經去背好了 我不需要特別指定顏色 我就告訴他 我是用這一個 有沒有看到 我這樣就圓圓的 可以嗎 對不對 不要四四方方吧 四方看起來 就是覺得 醜了一點點 所以如果您不要去背 這樣也很好 那你要搭配去背 我就把這打開 有沒有 就有去背了 又放在遠遠的 這個就是看老師 您自己的選擇 沒有關係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樣同學看到你 也會比較喜歡一點 好 那 另外一個補充一下 老師有沒有發現 我剛會不小心移到背景 請問 你會不會不小心移到 會 怎麼辦 把它鎖起來 哪裡鎖 來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鎖頭 你就把 你不希望被動到的 把它鎖起來 當我鎖起來之後 這樣我可以確定 背景我怎麼動都不會動到它 這樣您在使用上 就比較方便 好 那這個煙就看你了 你需要大一點 我們就把它變大一點 不想要它 眼睛一樣可以關掉 這樣老師 自己安排場景 有沒有變得比較簡單一點的 好 OK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來看看 如果您的教材 要進來的時候 該怎麼來做處理